娘 你这是让我上哪弄钱 还给洛家呀 哼 我管你有没有 那是你的事情 谁让你们不安分 我没怪你 没把我孙女交好就不错了 赶紧滚 还在我眼前碍眼 我看你就是见骨头小挨打了 周氏垂下眼眸 藏下了眼里的恨意 拉了苏玉芳 转身退了下去 李氏心里乐呵呵的 面上却带着关心 弟妹 我看到许博文稀罕玉芳呢 你让玉芳和她要吗 周氏发狠地看了一眼李氏 她的眼神把李氏吓到了 李氏不敢再刺激周氏了 周氏拉着苏玉芳就回房 一关上门 周氏就打了苏玉芳一耳光 听打我吧 这都是我的错 是我不甘心 凭什么陈大牛这样的都能嫁给读书人 而我只能嫁给你腿子啊 我不甘心 我也不后悔 哎呀 娘打紧这一巴掌 是因为娘狠哪 你可别怪娘 娘比任何人都希望你能嫁得好啊 你那一辈子都压在娘的头上 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 你大伯娘 这辈子也没少让娘难堪 玉芳 你一定要争气 只要你争气了 娘在这个家里 才能好过啊 玉芳 娘 对不起 这接下来 你就好好在家里哪也不要去 许家那边 娘和你爹去交谈的 骆家那边 也会通知他们的 骆家的彩礼钱 娘也拿不出来 等骆家人来了再说吧 娘 这拿不出钱 但你也不能去问许家 不能让许伯文看清了你 你和许伯文过不了多久就要成婚了 去了他家里 也不知道要受多少气 我看那许伯文对你有益 你别傻 一定要把许伯文哄好了 知道吗 他起来了 你的日子就好过了 骆家的事情 他们要是不好惹 你乃会把钱吐出来的 他要是懦弱 这个钱呢 就是公众的 他就别打回去了 反正这件事你就别管了 你乃生气 顶多就是打我几下 我躲就行了 你好好地嫁过去 以后过好了 别忘记娘就行了 周氏红了眼眶 给苏玉芳擦去了眼泪 苏玉芳一边哭一边点头 他知道该怎么做了 他好不容易才成功的 一定一定会过得好的 这段时间 趁大妞没有出门 就留在了家里做活 他很勤快 曹氏心疼他 所以活差不多的时候 就叫陈大妞去休息 陈大妞点点头 就去看苏小璐练舞 随着这件事冷却下去 陈大妞的生活 也慢慢恢复正常了 11月初六 这天 村里来了两个人 路过苏三郎家的时候 苏小璐和陈大妞 都听到了两人的对话 川哥 到了那儿 你就别说话 这件事情 沈沈来说就行了 咱们就把财力钱 退一半就行了 那样的女子 咱们要不齐 神赶明儿再给你找个好的 洛川声音冷沉 我知道 两人已经远去 苏小璐停下来 走到陈大妞身边 大妞姐姐 新歌出去玩也挺久了 咱们去把她叫回家吧 嗯 好 苏小璐对着礼物 喊了一声 惠尤师傅 我出去了 去吧 陈时经常在村里玩 最近和玩得好的伙伴 变着法子整苏家人 还用臭泥巴 涂他们洗干净的衣服上 苏家人骂归骂 但没抓到人 也只能作罢 看见洛川和女人 陌生的脸孔 进村应该是有事情 陈时脑海里就冒出一个念头 这是去苏家的 所以他立马就扔开 一起玩的小伙伴 跟了上去 女人路上还在不停地 让洛川要冷静 洛川一句话也没说 陈时听见了心里 快到苏家的时候 陈时就开口喊 大婶 你们等等 你们应该就是和苏家 定情的倒霉人吧 苏家人我可太了解了 你们想不闹 是不可能的 洛川看着面前 有些人小鬼大的孩子 苏家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跟我们说说 这个就是你的 洛川直接拿了五文钱来 陈时笑着接过 看来你们还不知情啊 上个月出了一件大事 苏家那个定亲的女子 在本尊一女子定亲礼上 和别人要定亲的男人 摟抱亲吻了 她可是最不要脸的女子了 大家都说她不知羞耻呢 啥 她家不是说 苏与芳身上长了窗会传人吗 刘氏很惊讶 莫名地收到要推亲的信 说的是苏与芳长烂窗会传人 又说要治病 可能还治不好 说怕耽误了洛川决定退亲了 刘氏觉得这样的女子 娶了也是个累赘 所以就带着洛川来退亲了 没想到真正的原因 竟然是这样 苏玉芳竟然是一个没有礼仪廉耻的人 那是他们骗你们的 不信的话 你们就去看吧 洛川拧眉 刘氏咬牙切齿 太可恶了 这分明就是想欺负咱们 走 必须找他们讨个说法去 陈石露出了笑意 觉得心里大快 苏家人让他姐姐难过了 有机会 好好捅一刀 他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洛川看着陈石 开口问 小兄弟 你叫什么名字 大哥哥 我叫什么不重要了 现在你的事情比较重要 我就是看不过去才多嘴的 我喜欢建议勇为 好 那谢谢你建议勇为 告诉我们这些 不然我们还蒙在鼓里 洛川眼神微冷 是 定亲的彩礼 我要全部拿回来 唉 他们家 也太不厚道了 我还真以为 他们那么好呢 川哥 你放心 婶儿绝不会让你受气 咱们不该要的不要 但这该要的 咱们也得拿 走吧 看看他们 到底做的什么要 刘氏拉着洛川 就朝着苏家走 他倒要去看看 苏家人 今天会唱什么大戏 陈石笑眯眯的 跟着在后面走 分明是准备看热闹 见刘氏和洛川来了 苏家人也都整整齐齐地坐着 刘氏先开口 好姐妹儿 接到你的信 我们就赶紧来了 预方病得严重吗 咋样了 也不见他人 唉 还是不太好 药也吃了不少 但就是不见效果 这可不能马虎啊 这样 反正他和我们家 川哥也定了亲 不如 让他们提前成亲算了 就当是给御方冲个喜 没准啊 这喜气一冲 那病就好了呢 你们说是吧 他这是故意试探 他想看看苏家人 是个什么态度 周氏一听刘氏这话 神色就僵硬了一下 这 这哪里使得 万一病气过给了川哥 怎么办呢 我不介意 洛川平淡地说 周氏顿时愣住 他是万万没想到 洛家人来世这样的态度 唉 这哪行啊 我家姑娘染病了 这再嫁给你家 那不是害你们吗 所以就不嫁了 咱们两家 把亲退了吗 是的 是的 那这彩礼 你们打算怎么退 他倒要看看 这家人要怎么说 说起彩礼 苏二郎闭口不言 唉 是这样的 这一开始呢 玉方生病 我们也不知道 他是什么病 所以给他找了大夫 这病啊 就一直不好 断断续续的 就吃药看大夫 哎呀 这个彩礼钱 也就这样又没了 周氏说完 不等刘氏开口 就又说 哎 好姐姐 这亲哪 本来是好事情 要不是这玉方 没这福气 我也不会让他 和洛川退亲哪 这钱 现在 我们也拿不出来了 周氏眼里 有了些泪花 就这样看着刘氏 刘氏皱眉 周氏这样说 他的意思就是 彩礼 一文钱都退不出来 但两家人的亲事 还是要退掉的 然后 还用这样的借口 给苏玉方 留一个好名声 这样退亲 洛家是钱也没了 人也没了 对外 还要唠一个 无情的名声 真是打得好主意啊 好姐妹啊 还是别退亲了 让他们 早点成亲冲个喜 再说不定就好了呢 现在退亲 让别人 怎么看我们洛川 所以啊 这亲还是不退了 咱们 今天就把日子定下来 让他们两个 早点成亲最好 刘氏不松口 他就是要周氏认为 他不同意退亲 苏玉方就是死 也要死在洛家去 周氏也听出这个味道了 这可把他急坏了 刘氏看在眼里 他忍下心里的气氛 好姐妹 我看这个月初十 就是个好日子 要不就定在初十算了 早点成亲 这喜气一冲啊 说不定什么病都没了 好姐姐 你们对玉方的看重 我感激不尽呢 但他真的是病重了 这门婚事 只能退了 玉方在哪 我去看看他去 只要他能活到成亲的时候 我觉得 都是可以试一试的 这好多人想冲喜 都找不到人家呢 他这都是现成的 我家姑娘 要是遇到这样的事 我都要给祖宗烧高香了 好姐妹 你也别说玉方不好了 我们家不嫌弃他就行了 刘氏直接把周氏的路子 都给堵死了 他倒要看看 周氏还能说出什么话来 刘氏见周氏 说不出话来 好姐妹 玉方在哪呢 我觉得吧 还是退婚好 这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啊 周氏 找不到其他的话说 就只抓着这一句话说了 你们到底什么意思 病了气拿了彩礼钱就出事 要退婚又不肯退彩礼钱 我怀疑你们是想骗婚 分明就是想坑我们洛家的钱 当我们家银子是大风刮来的不是 今天要是不说清楚 那我们就官府见 别 别啊 周氏顿时就着急了 他以为用这样的理由退婚 没什么难的 谁知道刘氏根本不松口 周氏连忙用恳求的眼神 看着王氏 娘 求你了 求你把礼钱退给洛家吧 这以后 你让我做什么都成啊 娘 这钱 早就用完了 哪里拿得出来 我没有 哼 你们是想耍赖 真当我洛家是好欺负啊 我这就叫你们村里的人来评评理 看看到底是谁没道理 哼 想欺负我洛家 门都没有 咱可不是那软柿子 给你们想捏就捏 说完 就拉着洛川起身出门 一出门来 他就扯了大嗓门子 开始大喊起来 快来人呐 大家都来看看啊 帮我评评理 乡亲们 这苏家人欺人太甚了 大家都来看看啊 这一嗓子 这一嗓子好的 左邻六社都被震惊出来看了 大家一出来 身头一看 哟 这不是苏家吗 又有好奇看了 沈子 你来评评理 看看到底是不是苏家欺负人 哪有这样的事情哦 我侄儿 洛川 和这苏家姑娘 苏玉芳 是定了亲的 这苏玉芳 就是我们洛家 未过门的媳妇 你们说 是不是这样的 前不久 他们来信说 苏玉芳身染恶疾 说要退婚 我和川哥担心 就赶着来探望 两个孩子本来就定了亲 我说干脆 早点成亲 给苏玉芳冲冲冲喜 没准这病就好了 他们死活不同意啊 这不同意吧 又不肯退我们彩礼钱 乡亲们呢 三两银子啊 这银子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说不退就不退 人也不肯嫁过来 你们说说 这是什么理啊 我说要看看苏玉芳 人又不给我们看 说什么怕传染 这不肯 那不答应的 这分明 分明就是想骗婚吗 我的老天爷啊 刘氏干脆 就地一坐 就开始说着 苏家人的种种行径 人们听着纷纷唏嘘 苏玉芳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最清楚了 苏家人可真不是人呢 想退婚 又不想退彩礼钱 这哪有这样的事情 赶出来的周氏 脸都白了 他无措的上前 想把刘氏拉起来 好姐姐 那下面有事情 好好商量行不行 咱们进屋说 行不行 十二月二十四 苏玉芳就要过门去了 但和洛家的婚事 还没有解决 周氏心急如焚 刘氏一点也不给周氏面子 生气得一挥手 你们给贫贫礼 这天底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我家川哥也是个好儿郎 他都不嫌弃苏玉芳染病 愿意早点娶他过门冲冲洗了 苏家为什么不同意 这自古以来 从来都是女人家给男人冲洗 他苏玉芳有什么不满意的 周氏要一层遮羞布 刘氏就不让他如愿 他非要把这遮羞布扯下来不可 他好好的侄儿 不能就这样被欺负了 说到底都是苏家人贪心 什么都想要 什么好处都想占 也不想想这可能吗 村里人看着都摇头 这一家人真是绝了 有人提醒刘氏 这个我们也做不了主 要不你去请村长吧 别 别请村长 好姐姐 我们真的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啊 咱们进屋说 行不行 周氏希望刘氏能懂他的痛苦 哼 川哥 你去把村长请来 今天的事情 必须要个说法 退婚还是成亲 咱们都要弄清楚 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妖魔鬼怪 周氏心里一搁当 好姐姐 你非要逼人之子吗 谁逼谁啊 你可真是有意思啊 明明是你们莫名其妙地想退婚 又不肯退彩礼前 我家川哥都不介意你们家姑娘染病 你还想怎样 说我逼你 我逼你什么了 你搞搞清楚好不好 脑子不清楚就去治 你当谁都跟你似的 看着刘氏这事不罢休的样子 周氏连忙转身进屋了 一进屋 一家人就好似没看见他似的 周氏心里发冷 他走到王氏身前 跪下来 磕头祈求 娘 我求你了 赶快把洛家的彩礼钱 还给他们吧 这许家 他也来了十两啊 去了三两 您不还有七两啊 这点小事都解决不了 和他说什么说 直接告诉他们 把他们赶出去就是了 要钱没有 家里处处都要钱 钱早就用完了 娘 这洛川的审慑 根本就不松口啊 这件事情要闹大了 怎么行啊 我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不行 我说不行 就是不行 我就说 你在意这个干什么 根本不用在意 别说洛家不知道 就是知道了 也只能认栽 周氏真的是恨 他都藏不住恨意 王氏一看周氏这样子 顿时就感觉被挑衅了 懒目珠 你敢恨我 我看你是好日子过多了 体养了是不是 娘 别打我 是我错了 知道就好 周氏看向苏二郎 他希望苏二郎能说句话 苏二郎直接回避 他又没管家 看他干什么 女儿苏玉芳嫁给谁 他也不在意 反正嫁给谁都一样 彩礼给得高就好 周氏心灰意冷 他出门去 对着刘氏说道 罗家他 我实话告诉你们吧 我家玉芳 是结了 他不可能嫁给洛川 这个彩礼钱 你们拿的时候 也是交给我 婆母王氏 现在要拿回去 也找他吧 说完这番话 只觉得浑身都脱力了 他最不想说的 还是说了 他比谁都希望苏玉芳能保留个好名声 周氏说完就转身回了房去 家里这么多人都跟死了一样 没有人替他说一句话 这个时候周氏很羡慕赵氏 他不由得想 如果苏二郎也愿意为他抵抗爹娘 那他就是吃草根 吃树皮 他都会死心塌地地跟着苏二郎 只可惜 苏二郎永远不可能这么做 哎呀 我的老天爷呀 这没天理 没天理了呀 欺人太甚了 欺人太甚了呀 姑娘失节 想退婚 竟然还要魅向我们家的彩礼前 这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情吗 苏家的 你个老不死的滚出来 王氏 烂母猪烂心肝的老东西 你卖下我们家的钱 我要抓你们去见关 屋里人听得纷纷皱起眉头来 苏老爷子气得胡子都颤抖了 王氏也气愤得起身 这老贱人 敢骂我们 周氏那烂货去哪里了 我要把他嘴巴撕来 李氏 你死了呀 这么让人骂都不吭声 走 和我出去 但碍于王氏的威压 李氏也只好出去 出去的时候 他也是吼自己的儿媳妇 都愣着干什么 你们嫁给我儿子 那也是苏家的人 他骂苏家就是骂你们 别人都骑到头上来了 你们是死的 一家人都起身出去 但男人们显然不准备插手 王氏一出来 正准备开骂 老妖婆 老妖婆 我来看看你这脸皮到底有多厚 是不是比那城墙还厚 不然你怎么干得出这样的事情来 王氏当时气势就弱了 他打不过刘氏 他被掐的脸火辣辣的痛 好不容易睁开眼 刘氏又要来扇他 王氏立马对着李氏和孙媳妇们 你们死了是不是 谁敢站着 老娘就把谁削出去 李氏和几个孙媳妇连忙上前帮忙 李氏没想到刘氏这么忙 打起架来手段很辣 上手就乱掐 孙辈的新媳妇都还是十来岁的小姑娘 哪见过这世面 根本就不是刘氏的对手 被掐两下都飙着泪离得远远的 刀给我住手 你们这像什么样子 全部都住手住手 还愣着干什么 上前把他们拉开呀 苏家的 你们赶快把你们老娘给拉走 拉走 苏家人连忙把李氏拉开 洛川也上前拉了刘氏 刘氏还趁机掐了一把李氏 扯了他的头发 李氏躺得嗷嗷叫 把人都分开了 你们家到底想干啥呀 这村里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 什么钱都要贪 也不怕撑死你 王老爷子这样吼 王氏顿觉老脸火辣辣 也不知道是疼的还是害臊的 王老爷子看了一圈 没看见苏老爷子 苏四高 你是死的吗 这件事要是见惯了 你以为你们有理吗 我告诉你们 脑袋把村里名声弄坏了 我把你们一家都赶出去 真是气死他了 这一家子蠢货 听到村长的声音 屋内的苏老爷子露出厌烦之色 他本不想出来 可听到村长最后一句话 苏老爷子也吓得一个机灵 连忙起身出来 苏四高 你好得很啊 你家的孙女出阁了 还不夹着屁股做人 还要闹得人尽皆知 你是能得很啊 你以为你家能一手遮天是不是 那只是区区几两银子而已啊 村里不少人都来围观 盯着村长的指责 大家纷纷嘲笑起来 苏老爷子更觉得没点 为什么每次都这样 王老爷子沉着脸 对着王氏咬牙切齿 眼皮子浅的东西 还处着干什么 还不快去取钱来 王氏挨了打 一身都疼 顿时不愿 那 他打我们这件事怎么算 下手狠毒的不得了 总得要赔医药费吧 王氏还敢提出医药费 王老爷子真的是顿觉心累啊 这一家人真的是没救了 呸 你个不要脸的老母猪 还敢问我要医药费 真是脸比城墙还厚 真是不要脸啊 要我看呢 不如建官算了 长官府的人来评评理 看看你们苏家 一女雪二夫 是个什么罪 苏死狗 要是建官府把丑事传出去 你们一家人 就搬出南山村去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去拿钱来 难道你真想建官吗 这一切都是你的错 让你管个家 你都管不好 要你有什么用 苏老爷子把难以接受的羞愤 都责怪到了王氏身上 好似这样 一切就和他无关了一样 王氏心里憋屈 老泪一下就流下来了 抹了一把辛酸泪 进屋去了 你们这村都是什么人呢 刘氏皱眉嘀咕 王老爷子很尴尬地解释 这和村里无关 这就是他们家这样 咱们村里其他姑娘 都是好姑娘呢 我活到这把年纪 黄土都埋到脖子了 我也没遇见过这样的事情啊 别说我了 就是我爹我爷他们那辈了 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啊 王氏拿了银子出来 拿去 还也还给你们了 你们总可以走了吧 急什么 我这还没数钱呢 你们这样黑心肝的人家 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我要当面点清楚 该是我家的 一分不能少 不该是我家的 我也一文不要 王村长 您说是不是这个理 是这个意思啊 王老爷子点点头 真是丢脸呢 只想快点结束 王氏一看 刘氏要数钱 眼神就闪了闪 他异常的神色 没逃过大家的眼睛 王老爷子脸色都沉了 苏老爷子更是脸色难看 我说 你个老烂货 你还少数了 我少这点银子干什么 我年纪大了 数错了也正常 刘氏都快吐了 这一家人可真恶心 他顿时上心了 认认真真地数了一遍 嘿 还真少了二十文 不等刘氏开口 王氏就转身 数错了就数错了 我补上不就行了 你们南山村的人 我今儿个算是见识了 王老爷子本是局外人 也都扫得老脸通红 王氏取了二十文 来给了刘氏 我可不是故意的 我年纪大了 老眼昏花 数错了也正常 现在 彩礼钱也还给你们了 以后 你们家和我们家 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们家 这失劫的女子 送给我们家 我们家都不要 呸 川哥 走 回家 这样的女子 不要也罢 咱们家 虽不是大富大贵 但也是清白人家 不说娶什么千金小姐 娶一个清清白白的姑娘 你还是担得起的 刘氏收好银钱 说完就拉着洛川 扭身就走 村里人都连忙给让开路 这刘氏可不是好惹的 苏家这么多妇人 都打不过她一个 何况 刘氏现在肯定心情不好 没有人想出眉头 王老爷子伸出手 指着苏老爷子 似乎想说什么 苏四狗 你们一家 要做什么妖风 我管不着 但关系这整个村的名誉 就容不得你们乱来 再要下次 你们一家人就搬出南山村去 王老爷子说完 一甩手就走了 苏老爷子身子晃了晃 村里人其他人 看苏家也跟看仇人一样 苏老爷子脸热得慌 他活了大半辈子 这林老了 是越过越觉得屈辱 人都走完了 王室自然要求后算账了 逮着李氏就掐了几把 娘 这可不是我家这房闹的事情 苏玉芳又不是我女儿 我们也是被连累的 追不到李氏 王室扭身就去二房的屋子 把门拍得噼里啪啦响 周氏 你个烂货 快点把门打开 娘 娘 怎么办呢 哪会打死你的 周氏也哭 但他知道 王室这一关是躲不过的 他不开门 王室已经在外面怒骂 好你个烂货 我这就叫老二休了你 你个丧门兴 把家里丧成什么样子了 周氏连忙去开门 开了门就跪下 娘 是我错 对不起 对不起 娘 你吵了我 唉 那个 是刚才告知我们消息的小孩吧 可多亏了他了 不然啊 咱们可就蒙在鼓里 去了苏家 也是让苏家人牵着鼻子走 是刚才那个小孩 他们看着是有出村 不知道家在哪里啊 应该再感谢他一下 是该感谢他 而陈时高高兴兴地说了一路 还得意地挺着小胸口 说他是怎么告诉落川真相的 陈大妞叹了口气 唉 师哥 我知道你是心疼姐姐 姐姐也彻底放下了 这样的事情 以后不要做了 我们和苏家 也没有任何关系 知道吗 嗯 我今天也解气了 以后就不找他们家麻烦了 小鹿姐姐 你教我练功夫好不好 苏小鹿微微一笑 可以啊 只要你不怕辛苦就行了 我不怕 我是男子汉 我什么苦都能吃 那行 我去问问龟游师傅 你和你姐姐先回家去吧 陈时乖巧点头 苏小鹿回院子 就直奔主屋去 要教陈时一些功夫 当然要问龟游 大姐 你放心 以后你一定找一个 必须拨文强十倍百倍的人 等我和弟弟长大了 永远都会保护你和二姐 你们要是被欺负了 回来告诉我 我和弟弟一定会给你们撑腰 要是谁敢打你和二姐 你们也别怕 回家告诉我们 大不了就合力回家来 陈大妞眼眶顿时就红了 谢谢你 有你这句话 大姐就很高兴了 见多了梁伯 就会明白 这样真挚真心的情感 多珍贵 嘿嘿 大姐 你好好休息 我去喂鸡去 门外响起了敲门的声音 陈时跑过去开门 打开门就看见了 洛川和刘氏 你们有什么事情 刘氏露出笑意 小兄弟啊 我们是来感谢你的 多亏你告诉了我们真相 不然啊 我们是要受大欺负了 陈时还没回答 陈大妞也走了过来 石哥 是谁 陈时有些懊恼 刘氏听到陈大妞的声音 立马就接话 妹妹 打扰你们了 我们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和你兄妹 再说声谢谢 今天要不是他好心告诉我们 我们就要吃哑巴亏了 我不要你们感谢 你们快走吧 刘氏拿了二十文 往陈时怀里塞 陈时也不见 这一退 钱就落地了 陈时很懊恼 说了不要不要了 还要给 现在还掉地了 陈时一点也不想 刘氏和洛川认识他们家 但现在这样子 他是越弄越糟糕 陈大妞已经走到门口来 一边帮忙把银钱捡起来 一边对刘氏说道 右弟无心之事 还望婶婶莫要往心里去 银钱你们收回去吧 家中不便 就不请你们进来了 啊 没关系 不方便的话 我们就不打扰了 这点小钱 是想送给你弟弟当谢礼的 他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真的不用了 我们不会收的 那好吧 总之 真的是很感谢 打扰了 再见 见陈时一脸歉意 没关系 你没做错 陈时点点头 跟姐姐说要好好休息 她才去后院危机了 哎 刚刚那姑娘倒是不错 要不是现在不合适啊 我都想厚着脸皮打听打听啊 洛川没什么感觉 川哥 你觉得那姑娘咋样 你要是看得中 我回头就托没人打听打听 问一问 洛川想了想刚才看见的女子 也没有多喜欢 但也不讨厌 陈大妞冷静沉着 看着是个聪慧的人 那姑娘 也不知是谁家女 看着冷静沉着 是个聪明的女子 这样的女子 管家才管得好 她都没看你两眼 证明啊 是个有礼数的 人品也不错 没有貌人的请我们进家门 证明家里交得也好 川哥 你好好回想一下看看 刘氏当时没有注意什么细节 但现在细细一回想 那是满意极了 这样懂礼数的女子 才是媳妇的首选呢 样貌没有很美 但也不丑 只要是个聪明的女子 普通的样貌 也能越看越顺眼 越来越喜欢 我听沈沉的 那成 回头沈沉就找没人打听打听 看看是谁家的 有没有婚配 要是没有婚配 那沈沉就托人问问 看看能不能成 好 这次啊 一定要好好打听清楚 同样的事情 沈沉绝不会让她二次发生 她没有儿子 洛川的爹娘又去得早 她和洛川的娘是轴厉 她只生了个女儿 洛川娘过世的时候 就把洛川托付给她 让洛川给她做儿子 洛川是洛家唯一的毒苗 刘氏就想 给她找个身体健康的女子 成婚生子 能多子多福 洛川不由得笑了笑 沈沈 不着急的 你慢慢来就好 好 沈子 一定会给你找个好媳妇的 贤妻在家 万事无忧 桂游师傅 我能进来吗 进来 什么事情 桂游师傅 是这样的 虎子叔叔家的陈识 想要练功夫 我可不可以教她呀 你是真能折腾 自己都没出师 就想收徒了 苏小璐自知没理由 她低着头 桂游看着她 好似快哭了 难道是越长大 越像个女孩子了 女孩子总是爱哭的 你要教 也不是不可以 但有一点我要说明 你该练的 一点都不能少 好 桂游师傅放心 我绝对不会拉下练剑的 苏小璐一抬眼 眼睛亮晶晶的 雀跃地跳起来 太高兴了 她都做好了 桂游不答应的准备 没想到 惊喜来得这么快 唯有神色不减 刚才不是要哭了吗 怎么这么快 就高兴了 哼 女人 翻脸果然比翻书还快 第二天一早 苏小璐就去 叫了陈石起来 跟着练剑 陈石开始打基础 她也六岁了 正是打基础的好时候 苏小璐没让她占桩子 让她扎马步 先看看陈石的忍耐力 是什么程度 自己则是练剑 不得不说 在陈石小迷地般的眼神下 苏小璐练剑都觉得很有劲 陈石看着苏小璐 英姿飒爽的 决心也更加坚定 陈石出出习武 前世还是放心不下 每天都会来看好几次 满眼都是心疼 陈石一心想要强大 再怎么辛苦也忍下来了 特别是在看过苏小璐和苏崇过招之后 她习武的决心更坚定 她很崇拜地看着苏崇 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十二月十四一早起来 地面已经覆盖起了白白一层雪 天空中还在飞着鹅毛般的大雪 苏小璐取了剑就练了剑法 她的剑意也变得凌厉了 等龟游出来一看 顿时也来了兴致 雪中五剑 好急好急 丫头 剑来了 苏小璐勾唇一笑 悬身避开 然后贴身就是一剑回击 二人剑刃都擦出了火花 一招落 另一招又起 苏小璐这几个月进步很快 在龟游的手下 已经能走好几招了 陈石过来 就在院子口 一脸热切地看着 苏小璐自然不留余力地攻击 直至她剑落地 没有了力气躺在地上 这一场诗图过招才终止 苏小璐望着天空飘雪 浑身痛楚 心情却非常的愉悦 好美的雪 的确很美 她飞升过墙 很快找了一壶酒来 飞升又上了屋顶 施力起一条腿的膝盖 单手撑着 另一只手拿着酒壶 时不时仰头畅快痛饮 陈石也开始扎马步 苏小璐在雪地上躺了一会儿 身上就落了一些雪花 休息够了 她起身开始浇陈石 苏小璐拿着铲子在铲雪 她要堆一个很大很大的雪人 叫大家一起来帮忙 小璐 你到底要做什么呀 这么多雪还不够吗 不够不够 我要做的雪人 越多雪越好 大家继续去铲雪 把路边的地里的都铲来了 哼 我要做一个龙形雪冰雕 现在我们把雪弄成长条形的 嗯 又趴在路边吧 一听苏小璐要做一个龙形的雪雕 大家也都很有兴致 陈家三姐弟 还有胡家三姐弟 以及苏小璃 苏华和周恒 全都来帮忙了 按照苏小璐的要求 把雪堆分开成长条和蜿蜒形状 在路边 苏小璐去取了刀子来 大家都很期待地看着 苏小璐拿着刀子 却停了下来 陈大妞问 小璐 是有什么不对吗 嗯 我还是先画个图纸吧 我这一下子 不知道怎么下手 苏小璐开始画龙 没多久 他脸红了 射死了 他绘画技术 很不咋样 最先没忍住的是苏华 小璐 你确定龙是这样的吗 苏华一笑 大家也都悄悄地笑了 我应该是没有画画的天赋 我来吧 周恒绘画功底 明显比他强多了 很快 一条龙的样子 就被画了出来 我们大家一起来 把它雕出来吧 一定会很好看的 龙头比较麻烦 我和小璃阿华来负责吧 龙身呢 就交给小璐和小双 和二妞 龙尾 大妞和小兽 小羊和石鸽 如何 没问题 这一条龙 就雕刻了快两个时辰 等完工的时候 每个人都露出了欣喜之色 一条雪白的龙 就趴在这条路上 苏三郎和赵氏 他们都出来看 神色温和 带着笑意 陈虎和前世 牵着陈兴 不由地相视一笑 曹氏和苏小之过来 都不由夸赞 这太好了 陈虎开口 大哥 我看今天晚上 一起吃饭吧 咱们吃个鱼锅子怎么样 行 苏三郎点头 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三家的孩子们 一起叼了一条龙 这样的时候 的确很适合一起吃饭 夜里 苏三郎轻叹一声 好久没见孩子们 这么高兴了 可不是 今天每一个人 都非常高兴 这样的快乐 虽然只有一次 但有一次 就记在心里一次 以后想起来啊 都觉得甜 这倒是 这一转眼 又要过年了 苏三郎 搂紧了赵氏 不知不觉的 又过了一年 是啊 一转眼 又要过年了 赵氏听着苏三郎的心跳声 觉得很温暖 对他来说 每一天 都是满足幸福的 二娘 过了年 咱们就上镇子买宅子吧 这样重归 他们上学也方便些 回头找个空 和虎子他们说说 看看他们 有没有这个意思 苏三郎说出了 心中的打算 这几年家底日渐丰厚 靠着做酸菜和泡菜 他们也攒下了 近千两银子 足够在镇子买一处宅子 安定生活了 赵氏先是一愣 反应过来后 他点头 好 听你的 那我回头 问弟妹的意思 要是可以的话呀 咱们也买靠着的房子 到时候相互有个照应 不早了 早些睡吧 苏三郎侧头 亲了亲赵氏的额头 赵氏点点头 这么多年 苏三郎一直保持这个习惯 每晚临睡的时候 都会亲吻一下他额头 每每都让赵氏觉得心里温暖 过了几天 空隙的时候 赵氏就对前世说了 好 回头啊 我和虎子商量商量 只是 咱们去镇子了 这里的这些东西怎么办 咱们以后的生意 怎么办 这个呀 我和三郎都商量过了 咱们买院子大点的宅子 把这些都搬去 咱们的地啊 租给村里人种 每年分粮食就成了 村里的青菜啊 请小芝帮忙收集 上他家把关 这个问题苏三郎当然考虑过 他要上镇子 苏小芝一家人也安排好了 以后收菜这一块 由苏小芝一家负责 有曹氏把关 这一块不会出什么问题 好 大哥有安排我就放心了 回头我就和虎子说 前世回了家 就把这事和陈虎说了 二娘 你是怎么想的 咱们家里有七百多两银子 买宅子是足够了 这笔钱就算不去镇子 咱们在这儿 也能过得很好了 二弟 我想跟着大哥大嫂进镇子 石根和新根 一直认识虫根和滑根 也会受到影响 说不定 他们以后也能考个秀才 都说进猪者赤 进墨者黑 我觉得说的没错 让他们跟着虫根滑根学 这没错的 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怕你不想进镇子 既然你也想 那咱们就和大哥大嫂一起走 年夜这一天 赵氏和苏三郎就在忙碌 苏小玲也忙着做几道药膳 苏小璐也从早上起来 吃了一些东西就开始练剑 他被打趴下之后 就看着苏虫和龟游过招 刀光剑影 苏小璐睁大眼睛 哇 大哥进步好快 苏虫的进步迅猛 能挡下龟游许多招 等苏虫手里的剑被打脱手 龟游也停了手 一脸满意之色 丫头 你大哥苏虫 今日就出师了 过了这个年 我就要走了 今后 就由你大哥来指教你 说完 就飞身分享过去了 苏小璐好一会儿才回神 我刚刚 好像听见龟游师傅说 大哥出师了 苏华和周恒 对他很肯定地点点头 不是好像听见 是龟游先生就这么说的 以后有大哥教你了 别担心 以后大哥教你也是一样的 苏小璐心里有些不舍 有点想哭 但他忍住了 吃年夜饭的时候 龟游师傅 能不能留下来 他真的好舍不得呀 但他知道留不住 龟游和吴老头是一样的人 你悟性也不差 基本也都学会了 剩下的只需要日记一日地练习 不要落下就成了 我在这儿 留得够久了 该走了 苏三郎和赵氏也有些不舍 但最后只祝福龟游平安 苏三郎简单地说了几句话 给了几个孩子发财包 然后就开饭了 吃好饭 他对苏虫和苏小璐说道 你们跟我过来 这是为师送予你们的出师礼 一个剑客 一生都离不开一把剑 这两柄剑 都用了极品含铁锻造 希望你们喜欢 谢谢师傅次见 二人跪下去 一起给龟游磕头 徒儿谢师傅教导之恩 起来吧 该说的都说了 你们回吧 回了家里 苏小璐把剑放进了空间里 他呆坐在床上伤神 小璐 这是我给龟游师傅做的衣服 你拿去送他 要是知道龟游师傅要离开了 我就多做几套了 姐 谢谢你 苏小璐抱着衣服 说了声谢谢 起身出去 他在门外喊道 龟游师傅 我姐姐给你做了衣裳 替我 谢谢你姐姐 苏小璐回了家 上床休息 姐 抱抱我 乖乖睡吧 第二天早上起来 苏小璐在院子里大喊一声 龟游师傅 吃饭了 今天吃茶烧草饼 可香了 隔壁冷清清的 许久也没有回应 苏小璐感觉到了不对劲 在院子里的苏虫几人 也感觉到不对劲 苏小璐和苏虫 几乎是同一时间 飞升过墙 直奔主屋 堆开门进了里屋 空荡荡的 被褥整齐叠放着 苏虫伸手试了一下温度 冷的 龟游师傅离开很久了 或许昨晚 他根本就没在床上睡下 苏虫有些伤感 他以为龟游还会住几天 但万万没想到 昨晚的年夜饭 就是他道别 苏小璐吸了吸鼻子 眼泪巴哒巴哒地掉了下来 小璐 你别哭啊 以后还会再见呢 没事 我过一会儿就好了 苏小璐回家 多吃了两个叉烧层饼 然后就开始练剑和教导船石 龟游在的时候 他还会偷懒 龟游离开后 他反而不会偷懒了 每天都把自己练得精疲力尽 只是短短一个月 他的内息就增长了一倍 进入二月里 苏三郎和陈虎一起 在杨角镇南街 买了乡邻的两个宅子 买了宅子之后 苏三郎就把苏小之和曹氏 叫到家里来 赵氏笑着招呼 沈沈 曹氏 你们坐 我给你们倒水去 三哥 你叫我们来 是有什么事情吗 啊 是有事要说 等赵氏倒了水来坐下 苏三郎才对着他们说道 是这样的 我和虎子在镇子里买了宅 过不久就要搬到镇上去了 这活的分工 也要重新分一下了 苏小之松了口气 但很快他又担忧起来 他看着苏三郎 三哥 你们走了 我怎么办 三郎侄儿 不用担忧我们 我们在这儿有地有房 日子差不了 苏小之是和苏三郎生分了 不然去镇子买宅子 这样的事情 他们是一点不知情 到这会儿才知道 苏小之和以前没多大变化 他看不懂 曹氏却懂 苏三郎肯定是有安排的 苏小之太心急了 苏三郎神色平静 我家和虎子家搬走后 依然做的是这个生意 村里的菜呢 我们还是要收走的 到时候买菜检查这一块 还有劳沈子和你 这一块之前是虎子负责 村长也会帮忙 我们到了镇子上 这事情就交给你们 一个月要几千斤菜 这不是个小数目 工钱还是和以前一样 沈沈 这一块还是有劳你了 苏小之和他越走越远 苏三郎也不强求什么 他做了能做的 其他的一切随缘 大哥大嫂放心吧 我一定给你们把控好这一块 谢谢泽信任 你们放心 有我在 只要我还活着一天 在这一块上面 绝对不会出差错的 曹氏这是对苏三郎保证 他一定会严格控制好 绝不会让有心之人 钻了空子的 苏三郎点点头 苏小之不可靠 但曹氏是可靠的 有他在 苏三郎也不担心 那就这样定了 三月初六 我们就搬到镇上去了 以后这儿啊 就交给你们了 做好了安排 就没有什么事情说了 出了门 回了家 三哥和我 还是冷分了 他到镇子买宅 这么大的事情 我现在才知道 要是早点知道 说不定 我也能到镇子买宅 苏三郎和苏小之说了 也和陈虎 去了王老爷子家里 说了一下 对于两家人 要搬去镇里 王老爷子 自然是挽留一分 他也知道 挽留不住 还好苏三郎 是个有感情的 村子里的菜 他依然照下来收走 靠着这个 村里家家户户 每年都多了 几两收入了 两家人的地 苏三郎也租给了 王老爷子家族 每年交一成粮食 就行了 二月二十八 陈家人浩浩荡荡的 来找陈虎一家人了 陈父和陈母 坐在路边 哎呀 你个丧良心的 没心肝的 宁愿把地 搜给别人 也不给自家人的 啊 你的亲爹 亲娘 亲兄弟 你是 你是都不顾了 哎呦 老天爷呀 哎呦 陈家人都在 陈虎家门外 陈龙 陈乔 都和陈虎 说着好话 想要兄弟之情 打动陈虎 陈虎连门都不开 一家人 也在家里不出来 村里人 出来看 连村长都来了 你们这是干什么 当初 格出族谱 都是公正了的 当时狠得下心 现在又想反悔了 你们把律法 当什么了 想不遵守 就不遵守 现在知道后悔了 早干什么去了 我们当时也不愿啊 这不是有人蛊惑了我儿子 谁知道别人按的什么心呢 陈虎本来不想搭理 但听陈母这样说 他就忍不住了 推开门 牵着前世一家人 就都走了出来 你们都好好看清楚了 我十个人的命 是我大哥大嫂家里救回来的 我的腿 也是他们帮忙治好的 我妻子脸上的伤疤 也是他们帮着治好的 我家大牛二牛都识字 也是跟着他们学的 谁家要是能对我们家 这样掏心掏肺 我陈虎也把他当亲大哥对待 你们能吗 少在我门前嚷嚷 非要逼得我拉你们去见官司吧 那好 我们这就去 到镇子去找官府平平礼 看看到底我陈虎是不是 还牵着你们的 我呸 烂皮眼子的东西 谁要你的 闹什么闹 别人心比铁硬 指望他什么 我呸 陈虎咬牙切齿的唾骂 真见官 他家肯定讨不着好 什么都没要到 还惹一身火气 王老爷子叹气 对着村里人摆摆手 唉 回了回了 苏家人和陈家人都心有不甘 可当初事情都做绝了 现在后悔有什么用 王老爷子看了看过来的苏三郎一家 他拍了拍苏三郎的肩膀 你和小虎都好 别往心里去 你们都好好过 苏三郎神色平淡地点点头 他和赵氏走去陈虎和前世身边 赵氏拉过前世的手 拍了拍 二人相互笑了笑 陈家人闹一场 对两家人没有任何影响 三月初六 请了两辆牛车来帮忙搬家 两家人正式搬去了镇子里 知道今天他们搬家 村里人许多都送了一些东西来 有的是一篮子鸡蛋 一块腊肉 或者一只鸡什么的 牛车上堆满了东西 他们则是走路进镇 到了镇子 就开始搬东西收拾东西了 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笑意 苏小璐和苏小灵各有各的房间 你们啊都长大了 该各自睡各自的 特别是四妹你 不能老黏着你三姐姐了 不用听娘的 想跟姐姐睡 我们就一起睡 娘去看看大牛家需不需要帮忙 你们两姐妹自己收拾着 收拾好了叫上你们哥哥也都过来 今晚啊在大牛家吃饭 姐妹俩点点头 父亲二人就去隔壁帮忙 苏小璐和苏小灵把床铺好 苏小璐躺在床上发出一声愧弹 嗯 好舒服呀 有阳光的味道 还有淡雅的香味 小璐你休息一会儿 我过去看看大哥二哥他们收拾的怎么样了 苏小璐趴在床上 看着苏小璐转身出门去 他惊愕地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他的三姐姐身材已经开始出挑了 苏小璐不由地看了看自己 平扁的胸 他思考着 他是不是要做点什么药材来吃吃 苏小璐来帮苏崇苏华和周恒 发现他们也没有什么要帮忙的 书桌整理得干净 床铺的整齐 笔墨纸燕也都收得好好的 小璐啊 你和华弟弟恒弟弟 还有小璐过去看看 古字书家有没有需要帮忙的 我把家里的木柴先收拾了 几人点头 苏小璐也出门 他拿了剑来对他们说道 姐 你们叫石根过来 我教他 陈石很快地就过来了 苏小璐让他在墙角倒立着 自己则是开始练剑 苏崇在院子一角劈柴 他看着苏小璐时不时说上一句 苏小璐现学现用 招式变换着 每一剑都带着凌厉的剑椅 院外传来马蹄声 紧接着就是一道朗朗少年声音 姐 就是这儿了 孙宝善撩起马车帘子 露出了笑意 然后轻盈地从马车上跳下 孙宝倩随后而下 善地 你慢点 孙宝善想着 他已经有一年多没见苏小璐了 便迫不及待地想要赶快敲门进屋去 阿弟 你抬头看看 孙宝善下意识抬头 只见苏小璐已经倚坐在墙头上 笑着看他们 宝倩姐 宝善哥 你们好呀 他起身轻盈飞身下来 到了孙宝善和孙宝倩面前 孙宝倩让车夫递来贺礼 小璐 恭喜你们 住进新家 你们终于来镇子上住了 以后可要经常来找我玩哦 小璐 你功夫又进步了 我和我姐什么都没听见呢 你真厉害 孙宝善有些面热 摸了摸头 苏小璐皮肤白皙 眼睛水灵灵的很好看 他一笑起来就更好看了 孙宝善都有些不敢看他 谢谢你们 跟我来吧 我爹娘和三姐姐在隔壁 二哥和周恒哥也在隔壁 我大哥在劈柴 我带你们参观一下我的新家 苏小璐开门 带孙宝善和孙宝倩进门 孙宝善和孙宝倩已经完全好了 不用再吃药 所以他已经许久没有去看过他们了 邀请两人进家里参观一圈 招待两人喝茶 苏小璐顺便给两人整个平安脉 两人身体都好 孙宝善估计是不好意思 脸有些红 你们身体都很好 只要记得劳逸结合就好了 我有锻炼的 小璐 你可以教我几招功夫吗 行啊 那你们跟我出来 我教你们两招锻炼身体的简单招式吧 我来教吧 小璐 你带孙小姐找你解他们玩 那好 我大哥的武功比我更好 他教的要比我好呢 好 你们去吧 我会好好学的 孙宝善有些失落 孙宝倩在心里叹了口气 自家弟弟一心痴念 只怕前路尽是波折呀 苏崇不想孙宝善和苏小璐多接触 苏小璐还什么都不懂 他却是看得分明 他可不会让孙宝善和苏小璐过多接触 但他教孙宝善也是认真用心的 苏崇让满头大汉的陈石 也下来一起学 一起教了 苏小璐带着孙宝倩来了隔壁 孙小姐来了 小璐他们在后院呢 你们过去找他们吧 苏三郎和陈虎在整理大纲 赵氏和前世也帮忙擦洗 今后就在陈虎家里放菜了 快要两岁的陈兴 在院子里帮忙递东西 也忙得不亦乐乎 苏小璐和孙宝倩也去了后院 陈大妞陈二妞和苏小璐 还有苏华周恒 都在帮忙收拾屋子 这会儿也收拾得差不多了 见他们俩来了 苏华和周恒就对孙宝倩点点头 当作打招呼 然后他们就出去了 大妞二妞 你们也好厉害 都和小璐一样 陈大妞和陈二妞都是淳朴善良的人 他们都会很多东西 让孙宝倩很羡慕 陈大妞和陈二妞都不好意思起来 不过被夸奖 总归是一件让人很高兴的事情 孙宝倩笑着问 你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呀 我也可以帮忙的 屋子都收拾得差不多了 我们准备去厨房做饭了 我炸点酥肉饼给你们尝尝吧 姐 我还想吃鱼饼 好 给你做 孙宝倩看着很羡慕 她没有姐姐或者哥哥 这样的画面永远不会发生在她身上 所以看着苏小璐和苏小玲 眼里只有羡慕 几人一起来了厨房 肉什么的都有 陈二妞利落地帮忙烧火 陈大妞帮忙苏小玲打下手 孙宝倩也帮忙调面糊 她觉得很有趣 苏小璐在厨房这一块是没什么天分 所以陈二妞把火烧好了 就叫苏小璐去看火了 苏小璐稳坐灶台 锅里烧了热水 洗肉洗菜等等 苏小玲炸了酥肉饼 鱼饼还有蔬菜饼子 她连晚上的饭菜都在准备了 大菜就是肉类 苏小璐端了酥肉饼出去给苏三郎他们吃 赵氏一边吃一边夸 小玲的厨艺啊 预发的好了 她确实是 小璐咋就学不会呢 咱们小璐啊本事大就够了 她用不着下厨的 晚上的菜足够丰盛 从煎炸焖煮到蒸炒凉拌都有 两家人围坐在一起 加上孙宝善和孙宝倩两姐弟 吃完饭两姐弟告辞回家 苏小璐一家人也洗漱休息 夜里苏小璐靠在苏小玲身边 姐 我怎么觉得你突然就长大了 什么长大了 苏小玲才问 就感觉胸口被捏了捏 小璐 咋了 小璐 再过几年你也会长大的 真的吗 小璐 你也会长大 姐姐也是来了 魁水之后才慢慢长大 娘对我说 每个女子都会长大 只要好好养身体就行 姐姐也不是突然之间长大 只是你平时练舞 每天都没有空闲时间 所以你没有注意到 苏小璐想起越是步 她也是一脸愁苦 姐 那我不会疯怎么办啊 没关系 等你来魁水了 我帮你疯 你一辈子学不会都不要紧 我和娘会帮你做很多很多 让你一辈子都用不完 姐 谢谢你 有你真好 苏小璐心里暖暖的 在这方面她还真是个小渣渣 苏小璐抱着苏小璐就亲了一口 姐 我困了 好梦 小璐 祝你好梦 搬了新家 日子依旧平静而温馨地过着 因为近了 也因为陈大妞陈二妞和苏小璐 到了能定亲的失婚年龄 他们就留在家中做酸菜和泡菜 店里面是苏三郎 赵氏和陈虎前世在忙碌 进入六月 天气愈发毒辣炎热了 六月十四这一天 有一梅人来找前世打听陈大妞的时候 赵氏也在场 刚好酸菜泡菜都卖完了 就把梅人朱氏请进铺子戏说 朱氏是奔着陈大妞来的 所以对前世非常热情 前世也露出笑意 和朱氏打了个招呼 就打探口风 好姐姐 不知是哪家哥儿 是想说我家大妞还是二妞啊 小前妹子 是长青鹿落下的孩子 叫洛川 她父母双亡 是她亲婶婶托我来做梅 想问你家大妞的 她家愿意出十两银子做彩礼 要是成了 大妞过去就能当家做主了 上头绝对不会有婆母压着 川哥儿对孩子 也是勤快的人呢 家里十亩地都种满了 年年都丰收 大妞过去了 日子肯定有笨头啊 朱氏笑眯眯地说着 一边悄然地打量前世的神色 看看她的反应 听说是洛川 前世就皱起了眉头 洛川 就是去年被苏家毁婚的 原本和苏玉芳定亲了 但苏玉芳和许博文 坐到一块了 退婚还闹了一场 虽然也不是洛川的错 前世也知道 这怪不到洛家人头上 只是想着苏家人 她就不想选洛家人 前世热情冷却下去 她面上依然温和 好姐姐 这个我一时不能给你信 我得回去和孩儿爹商量一下 过两天再给你信 行吧 前世现在就是庆幸 陈虎和苏三郎有事去酒楼了 不在这 朱氏察言观色 也知道前世有些不乐意 成成成 这么大的事情 肯定是要好好商量商量的 那我过两天再来问你答案啊 那你们先忙着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前世点点头 赵氏也微笑相送 等朱氏走后 大嫂 你说这咋办呢 那事过去小半年了 也没有没人来问 我这心里还是挺着急的 现在也没人来了 我高兴是高兴 但又是洛家 我这心里总有点不是滋味 洛川当初来退苏玉芳的亲 是苏玉芳传了假信 一开始洛家人不知道真相 他们也来退亲 这是不是说明 洛家人只在意女子的身体 是不是足够好 后来是知道了真相 但最初的事实 不还是我说的那样吗 可我又担心 要是拒绝了 以后来问大妞的 是不是越来越少啊 弟妹 你先别想这么多 回头和虎子兄弟说说 然后 也问问大妞的意思 好 谢谢大嫂 晚上我回去就问问 收拾好了 关了店铺 两人一起回家 夜里 赵氏就对苏三郎 说起了这件事 弟妹在意的也有道理啊 不过一切 以大妞的意见为准吧 二爹 假如是你 你会答应吗 我不答应 洛川是苏玉芳不要的 许伯文 又是为了苏玉芳 害苦了大妞 若是大妞和洛川在一起 难免就会一起比较 这在无形之中 会有很多压力 会让人心里很不舒服 嗯 我也觉得是这样 不过 大妞要是和洛川真的成了 我会和弟妹一起 开导大妞的 嗯 这事不急 赵氏也点头 夫妻两人相拥而眠 而此时 隔壁的陈虎和前世 也在讨论这件事 陈虎在听前世说完 仔细想了想 二娘 洛川家中 无爹娘 这的确是有一些好处 至少咱们大妞不用担心 被婆母折磨 但你说的也在理 这人也不能保证自己身体一直好 这一点 我想着也不舒服 不过这事情 你明早抽空和大妞说说 看看她怎么想的 如果她不愿意 那咱们就拒了 咱们在镇上还不熟 等熟了 大妞二妞 也会有人来问的 上回的事情 就让大妞很受伤了 如果和洛川定下 那可能会一辈子受到影响 洛川是独子 那她肯定是想要多生孩子的 她在意女子身体健康 是不是因为这个 生一次孩子 就会伤一次身体 如果咱们大妞 没有生下儿子 洛川是不是会不高兴 这些都是要考虑进去的 其实想着这些 我是不太想同意的 但还是和大妞说一声 看看她的看法吧 前世点头 陈虎说的这些 她也在担忧着 孩儿爹 那我明早和大妞说一声 我也把这些都告诉大妞 看看她是怎么想的 好 时候不早了 我们也睡吧 第二天一早 前世就抽空和陈大妞说了 陈大妞安静地听着 她顿时有些心乱 不知道该怎么办 大妞 娘和那眉神说过了 考虑两天 你也不用急 慢慢想 啊 说完 前世就出门了 陈大妞也在干活的时候 把事情说给了苏小灵和陈二妞 苏小露在隔壁练剑 她倒不是偷听 这一次真的是个意外 听见了就收了剑 就地而坐练内功 顺便听听 听听隔壁院子自家姐姐和陈大妞陈二妞聊天 陈大妞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呢 陈二妞等陈大妞说完才开口 大姐 还是拒了吧 不然其他人一辈子都会拿你和苏玉芳比较 只要洛川当德官没有许伯文高 那在别人眼里 洛川再好都比不得许伯文 都是低了许伯文的 一针见血 陈二妞不想自己姐姐一辈子活在苏玉芳的阴影中 或许洛川也不错 她也是无辜的 但她和自家姐姐在一起 就是会被人一起比较 大妞 我的想法和二妞是一样的 而且叔叔婶婶的担忧也有道理 洛川有好处 可也不仅是好处 也有坏处的 其实 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才不想和苏玉芳比较 晚上爹娘回来 我就和他们说 我这辈子 也不想和苏玉芳扯上任何关系 苏小璐听着也放心了 陈大妞这样选也是好的 小前妹子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大姐 不好意思 我家大妞 我准备多留一阵子了 这就是回绝的意思了 朱氏觉得有些可惜 真的不再考虑了吗 洛家那孩子 真的是挺不错的 要知道 没有个婆婆在头上 日子真是好过很多呢 那苏家那闺女的事情 洛川也是受委屈了 她也是倒霉 碰到这样的事情 而且当时给苏家的彩礼 只有三两 现在想说你家大妞 给的是十两 三倍之多呢 可能和我家大妞还差点缘分 那事儿 她也的确是可怜 相信她以后 一定会遇上更好的女子 一生幸福 那好吧 这没缘分的事情啊 也不能强求 我去回了她们 大妞是个好姑娘 以后要是有合适的人了 我再来跟你说 那行 那就有劳你了 朱氏笑着摆摆手 表示不用 她就是做没的 这家不成那家成 好姑娘好小子都不用发愁的 朱氏离开后 前世松了口气 赵氏拍了拍前世的肩膀 方宽心 大妞的好姻缘 在后头正来着呢 嗯 大嫂说得对 两人相识一笑 没有再多说 只用心地把手上的活做好 朱氏离开了店铺 就去见了刘氏 好姐姐 可成啊 小刘妹子 还差点缘分 那边的意思很坚决 我想应该是那件事的影响 害怕被人一直拿出来做比较吧 刘氏有些可惜 唉 我也预料到了 只是觉得太可惜了 早在打听到陈大妞身份的时候 她就觉得 大概成不了 但想着 陈大妞做事沉着 是个不错的姑娘 刘氏还是决定 托梅人 问问口风 显然 结果只是预料之中 没有超出预料之外 看来 是没这个缘分了 刘氏无奈 说不失落 也是假的 陈大妞家里不差 为此 她才拿出了 比给苏玉芳多三倍的彩礼 已是对陈大妞的看重 但这样都成不了 那真的是还差点缘分 既然如此 那就不强求 各生喜欢 这没有缘分 咱也不能强求 上前给咱穿根订的好闺女 还在后头呢 可不是 所以这件事情 还得有劳你 多给看看了 给找个好姑娘 最好啊 是勤快上进 能吃苦赖劳 踏踏实实过日子的 成 保我身上 放心吧 回头帮你留意着 一定会找个何心意的 刘氏给了朱氏二十文 做谢礼 然后就离开了 刘氏回到家 把结果告诉了洛川 洛川神色淡然 我听沈沈的 你做主就好 前世回到家里 娘 怎么样 安息 已经聚了 大妞松了口气 聚了就好 陈大妞现在已经长勺了 同时教着陈二妞 厨房就是两姐妹在忙碌 陈大妞放心了 也就回到了厨房 准备晚饭 差不多这个时间 苏三郎一家人 也在准备晚饭 在这个空隙 苏小璐则是和苏重 过招练剑 苏小璐在苏重手下 都能走几十招了 收了剑 大哥 以你的武功 吴考肯定能夺冠 也不知道 其他的高手武功怎么样 明年你们秋围 我也要跟你们去 芙蓉州 见大师面 行 到时候带你一起去 苏重垂眸看着手里的剑 有些沉思 吴考 或许是更适合他的路 不过 他也要拿到 更好的文科成就 才不枉费他苦毒数载 谢谢大哥 我先去厨房看看 有什么好吃的去了 小蝉鹿 来 苏小璐结果 吻了一下 就咽口水 好香啊 姐 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吃着香辣凉爽的凉面 嚼着清脆的泡菜 苏小璐满足地眯起眼眸 这太好吃了 三姐姐的厨艺 真的是太好了 看着苏小璐吃完 几个人都露出了笑意 正好时间也差不多了 赵氏说道 小玲 快去叫他们来吃饭吧 苏小璐点头 出了厨房 去叫苏重苏华和周恒 等大家都来了 快来尝尝这凉面 小璐说很好吃呢 好香 好好吃啊 就吃有点辣 但刚刚好 苏重笑着说 吃了这面 感觉胃口大动 苏华笑了笑 小玲的手艺 世上再难有了 好吃 周恒也露出笑意 真的很好吃啊 很开胃 苏小璐每天做饭 把家里人饭量 都掌控得很好 吃完饭 大家坐在院子里消食 抬头看着天空 满天的繁星闪烁着 苏小璐飞身上房 躺在屋檐上 看着星星 耳边是爹娘 温声说话的声音 还有哥哥 姐姐浅浅的笑声 她的眼中 盛满了笑意 十月 王老爷子的儿子 用牛车 送来了苏三郎和陈虎 两家地里收成的粮食 说好了一程 只多不少 晚上的时候 苏小璃做了玉米窝窝头 配着卤肉和酸菜泡菜吃 正吃饭呢 就听到了敲门声 苏小璐起身出去开门 牛爷爷请进 来人是牛掌柜 还提着两壶酒 看来我来得巧了 正好赶上吃饭呢 是的呀 您快请 牛掌柜来 也不知道是什么事 苏小璐把人请到正厅 苏小璃已经取了碗筷来 苏三郎也连忙招呼 牛掌柜入座 苏兄弟 那我可不客气了 牛掌柜 快尝尝 这是今年新出的金玉棒子 刚磨的面 做的窝窝头 香着呢 牛掌柜学着苏三郎 一家人的吃法 他眼睛都亮了 苏兄弟 这好吃得很呢 这菜谱 你可得早点出来 酒楼里就缺这些东西呢 苏三郎笑着点头 这些年 关于菜谱合作就不少 牛掌柜也不多说话 爽快地吃了个饱 等吃完饭之后 邵氏带着苏小林苏小璐收拾碗筷去了 苏重苏华周恒也退下去了 不打扰牛掌柜和苏三郎说话 牛掌柜可是有啥事啊 苏兄弟 这次我来啊 是想请你帮个忙的 帮什么忙啊 你说 苏兄弟 这两个月来 搬酸菜和泡菜的人 你可有印象啊 有点印象 是两个年轻的男子 实不相瞒啊 这俩小子 是我家大孙儿 牛西宝和小孙儿牛喜安 牛喜宝年十七 牛喜安的年十六 都是婚配的年纪 他们兄弟 见了你家两个姑娘俩面 上了线 所以我才来请你帮个忙 我家两个孙儿 都是识字的 但不是读书的料子 我祖籍呢 也是这羊角镇的 福满来啊 在福隆州也有个酒楼 我儿子牛大贵和儿媳妇 管着那边呢 喜宝和喜安 是听说我今天身体不好 过来看看的 说在这儿陪我过年 我安排他们这个差事 没想到见了大牛二牛两面 就喜欢他们姐妹俩了 喜宝喜欢的是谁啊 喜安喜欢的是谁啊 喜宝喜欢大牛 喜安呢 喜欢二牛 刚好哥哥喜欢姐姐 这弟弟 喜欢妹妹 这事啊 我会说给陈虎他们两口子 但成不成 我不敢保证啊 婚姻指示 没有人能做保证 你愿意传个话 那就好了 这能不能成啊 那就交给月老鼠中的姻缘线 你放心啊 就算是不成 咱们之间的合作 那也不会变 成了 我们也算是亲上加亲 不成了 我们也和从天一样 大家合作愉快 各取所需 牛掌柜 当然是希望能成 可事事没绝对 他和苏三郎 合作了这么多年 了解颇深 苏三郎家里 又出了三位秀才 这个合作 他巴不得长长久久 牛掌柜是开明人 这件事我答应 我就做个传话筒 成语不成就看缘分了 苏兄弟 多谢了 那我便不打扰了 告辞了 苏三郎起身相送 送走了牛掌柜 赵氏也洗好碗筷过来了 二娘 牛掌柜这次来 是想让我给他两个孙儿做媒的 他两个孙儿 对大牛二妞上了心了 竟有这事 是啊 一开始听他说 我还吓了一跳呢 他还以为是要问他家三妹 小玲的婚事呢 夫妻俩 其实都等着苏重苏华 明年秋为出结果再看的 牛掌柜没这个意思 苏三郎也不失落 反而松了口气 那这是好事啊 牛掌柜家境不差 人也挺不错的 虽然生意人都有些算计 但咱们合作这么多年 他为人也的确不错 只是 牛洗宝和牛衔 是在哪里做活 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 你应该也见过 牛掌柜说呀 他这俩孙子 是这两个月回镇子来的 就是这段时间一直帮忙 运送酸菜和泡菜的那两个小子 赵氏回想了想 他还真见过 牛洗宝和牛洗安 干活利索 说话也很有礼貌 给人留下的是好印象 哦 我回想了一下 这两个孩子 给我的印象都不错 他们家境也不差 大牛二牛若是嫁过去 日子就不至于辛苦了 回头 我也和弟妹说说 行 先说一声 看看他们夫妻 有什么想法没有 二弟 累了吧 你坐着 我给你啊 捏捏肩膀 取取背 回了屋内 赵氏让苏三郎坐下 苏三郎顺从地 在床檐坐下 赵氏给他捏揉肩膀 苏三郎闭上眼 享受这一刻的放松 过了一刻钟 可以了 你睡下 我也给你捏捏 夫妻两人相视一笑 睡下之后 又相拥而眠 十月初八 中午苏三郎和陈虎 一起离开店铺 去买佐料 走在路上 胡子 你觉得这段时间 帮忙做活的 这俩兄弟怎么样啊 挺勤快的 干活手要利索 兄弟俩感情也不错 看着是挺不错的孩子 陈虎回答完 带着疑虑 看向苏三郎 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问 这俩孩子 可是牛掌柜孙子 陈虎愈发不懂 苏三郎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那牛掌柜家里 教的都挺好的 胡子 初三的时候 牛掌柜上我家来找我了 他说他这两个孙子 对大妞二妞有心 想托我做个媒 你考虑考虑 看看 陈虎愣住 他看着苏三郎 动了动唇 半天不知道该说什么 哈哥 你没开玩笑吧 牛掌柜的孙子 真看上我家大妞二妞了 我没开玩笑 牛洗宝是老大 喜欢大妞 牛洗安是老二 喜欢二妞 牛掌柜家境是不错 孩子也不错 但就是 对我们家大妞二妞来说 会不会太高攀了 胡子 你担忧的不无道理 你回去和弟妹商量商量 再做抉择吧 也不着急 陈虎点头 他也知道了这个事情 赵氏也趁着这个机会 和前世说了 大嫂 不瞒你说 我心里清楚 要是错过这机会 大妞和二妞 以后不可能 嫁得这么好了 可我这心里 还是放心不下 我们家和牛家 这相差也太远了 万一他们以后 嫌弃大妞二妞 该怎么办 牛家不比其他人活 若真有那么一天 他们家的子孙 说不定会纳妾呀 前世和赵氏 吐露心中担忧 赵氏听了 也皱起眉头 他倒是没想到这一点 哎 弟妹 世事难了 这些谁都说不清楚 你和胡子兄弟 回头多商量商量吧 牛掌柜家境不差 牛西宝 牛侠两个孩子 人品看着也渴 和你的担忧 也有道理 这事啊 我就没办法帮你了 你们夫妻 回头商量着 不管是答应 还是拒绝都行 不要有额外的困扰就好 大嫂 谢谢你和大哥 我回头啊 和胡子说 我们会好好考虑的 到时候 还邀请大哥 帮忙带回话去 好 赵氏体贴入微 让前世觉得很舒服 这么多年一如既往 两人都觉得相处得舒服 而苏三郎和陈虎回来 大家有都默契的 没有提这件事 等卖完了酸菜和泡菜 一起回家 苏三郎和赵氏相视一笑 两人似心有灵犀一般 好事多磨 要是真有缘分 那一定会有好结果的 是 而另一边的陈虎和前世 两人也交流了一个眼神 然后默契的一起回了主屋 孩儿爹 大哥 也对你说了吧 说了 我有些担忧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唉 儿爹 我也担忧啊 牛家的家境那么好 我怕大牛二牛 以后卑微啊 万一他们变心了 另拿贵妾 可怎么办 陈虎听着周眉 他倒是没想到这个 听着前世这么说 应该不会纳妾吧 怎么大牛二妾 又不是不能生 怎么不会啊 男人谁不爱美娇妾啊 牛家又不缺钱 在陈虎看来 除非是正妻生不了孩子 才有纳妾这一说 他担心的是牛家和他家相差太大了 陈大妞和陈二妞会卑微 不过听了前世这么说 陈虎又觉得很有道理 二娘 那些喜爱美娇妾的 都是不懂为人夫之责 并非所有男人都这样 你看我和大哥就不是 大哥家里的家规 还规定了华哥 虫哥 以后只能娶一个妻子呢 没有为人夫之责的男人 才花天酒地 在他看来 花天酒地 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快乐 那些因为金钱换来的 只是逢场作戏的虚假 永远都是没有温度的 而妻子却不一样 温热的饭菜 干净的衣裳 懂事的孩子 才能暖得了心 哎呀 你说到哪儿去了 咱们是说大妞二妞的事 前世脸微红 有些不好意思 不过陈虎这些话 他回想起来 都觉得心里暖暖的 二娘 那要不咱们问问 大妞二妞的意思吧 以后的日子 毕竟是他们去过的 正好 他们也都见过 牛家两兄弟了 好 那晚上吃了饭 就叫大妞二妞 到屋里来问问 大妞二妞 这一晃啊 你们也都长大了 都是大姑娘了 一听前世这话 他们顿时就知道 大概是什么事情了 娘 娘 大妞二妞 娘跟你们说 这回啊 是一户两兄弟的家 来问你们姐妹的情况 人呢 你们也见过 就是最近啊 来家里搬运酸菜 和泡菜的那两个孩子 他们大的 叫牛喜宝 相中的是大妞 小的叫牛喜安 相中的是二妞 你们和爹娘说说 你们对他们两兄弟 印象是怎么样的 前世温和的询问 陈虎就在旁边 安静地听着 牛喜宝 挺勤快的 干活也实称 他们兄弟俩 感情应该也不错 大姐说得对 他们都挺不错的 他们 是牛掌柜家的孙子 啊 牛掌柜的孙子啊 牛掌柜 是和我们一起合作的掌柜吗 啊 是的 就是这个牛掌柜 论家境 牛家是极好的 你们要是答应 以后日子也都好 爹娘担心的是 牛家的家境太好了 你们姐妹会受气 怕以后他们变心了 会有其他女子 来和你们争抢 前世露出了担忧之色 这是她最担忧的 也是因为这个 她不想和牛家 这样的家境做亲家 二妞顿时就想起了 苏玉芳抢许伯文这件事 眉心都促起 大妞也皱了皱眉头 娘 其实无论嫁给谁 我和二妞都可能面对 这样的事情 并不是没有钱 就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 与其指望未来的丈夫 没有二心 倒不如让我们自己 成为独一无二的 大姐说得真好 我觉得大姐说得对 如果以后我的丈夫变心 那我一定不会忍气吞声的 离了她 我相信我也能生活下去 二妞看着姐姐 眼神有些崇拜 她也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大妞经过上次的事情 成长了许多 她的变化 其实对二妞 也是有影响的 来到镇上这半年 陈大妞空闲的时候 会努力识字 妹妹也跟着学 还结交了林瑶要做朋友 思想已经有了许多改变 她们的心智也更加强大 只是她们自己还没发现 前世和陈虎都挣住了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前世回过神 她知道两个女儿长大了 和她是不一样的 抛开这些担忧 爹娘其实很看好 牛家两兄弟 你们呢 陈二妞有些羞涩 牛嫌安挺好的 我听爹娘的 我也同意 你们同意啊 那你爹回头 就让你们大爷去回话了 这次做梅的人 是你们大爷 是牛掌柜啊 亲自到他们家请的 诚心是有的 听了大妞的话 前世也想开了 认真地看待这些事 陈二妞羞涩地点点头 她觉得 能有这样的婚事很好 而且还是南方相中他们 想来是喜欢他们的 所以她没有意见 爹娘 我也同意 你们安排就好 陈大妞心里没有什么波澜 或许是上一次 满心欢喜带给她的 只有失望 这一次 她的内心很平静 好 那你们先回房休息去吧 这件事啊 就交给爹娘 你们什么也不用多想 我现在想起那许家 我都恨得咬牙切齿 大妞是被伤狠了 唉 这一次啊 咱们一定得好好谈了 这一次 可是两个女儿一起 真要是有点什么事情 前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回头 让大哥帮忙 传个话语 孩子们见面的事情 先不着急 我得和牛掌柜 见面细说一下 如果这一次能成 必须是万无一失才行 他们家 是一点意外都承受不住了 好 你安排就好 大妞和二妞 也是各有所思 两人屋子靠着 一同回去 大姐 你别担心 这一次 不会再发生那样的事情了 二妞想着就高兴 牛家有酒楼 家境不差 就算以后有人拿他们姐妹 和苏玉芳做比较 他们也是不输的 以后好好经营自己的小家 一定能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的 牛席宝喜欢陈大妞 他们姐妹家兄弟 以后还不用担心 手里相处的问题 陈二妞心情是极好的 大姐 至少牛席宝也是相中你的 这个开头就开好了 你呀 也放宽心 我们姐妹一定会过得很幸福的 嗯 我也这样坚信着 苏三郎当晚吃了晚饭 就去了一趟扶碗来酒楼 听到敲门声 牛席宝来开门 看见是苏三郎 神色顿时就复杂了 似乎很期待 似乎又不想知道 请进请进 牛席宝把苏三郎请进门 牛掌柜对着两兄弟说道 你们啊 先出去吧 两兄弟相互看了看 都带着焦急出去 但没有走远 默契地在门外偷听 牛掌柜 陈虎家让我来传个话 他们家想和你见面详谈 再给明确的答复 牛掌柜也不知道 陈虎有什么顾虑 他露出笑意 苏兄弟 那有劳你做个中间人 定个时间 这两家人呢 见面商谈一下 月底左右成吗 到时候 我儿子媳妇呢 也都过来 那就十月二十八晚上 就在福满来这里 怎么样 成 就这么定 就当朋友之间吃个饭 时间不早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牛掌柜送苏三郎出去 等送完苏三郎之后 牛席宝和牛席安 就迫不及待地围着牛掌柜问 爷 能不能成啊 你们是一点 缠不住气呀 这事呢 还没定 我也不能告诉你们 一定能成 但目前看来 有气成把握 你们就真的 那么喜欢 那两姐妹 牛席宝和牛席安 红了脸 两人不好意思地摸摸头 牛席安笑着说 哎呀 爷 你非要我说 陈大妞哪里好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反正就是看着很顺眼 所以就喜欢嘛 牛掌柜看着牛席宝 你也是这样 陈大妞挺好的 进退有理 我觉得 她是个聪明的女子 然后就和弟弟一样 看着很顺眼 感觉很喜欢 让兄弟都红了脸 牛掌柜看着两个孙儿 这么纯真的心 不由得大笑 哈哈哈哈 哎呀 这世界上 真心最可贵 你们放心吧 爷爷一定会尽力 给你们争取 就算真的不成啊 也不会留下遗憾的 好了 去睡吧 明天还要干活呢